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姊妹 主妹平安 时间过得真是快 今天又轮到我来跟大家分享 我还是跟大家分享《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也叫《马太福音》的五六七三章 也被称为是山上宝训 也可以说是天国的律法 这是非常重要的几章圣经 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我们今天来查读十三和十六节 这是很短的 一共才三节圣经 但是非常重要 我相信每一位在座的 只要是有一点黏着的基督徒 对这个圣经都不陌生 都非常的熟悉 有人讲主耶稣是最好的一位研说家 大家也没有听说过 古今中外 只有主耶稣是最出色最伟大一位研说家 就是在我们中国大陆学中文的那个专科的那个本科吧 那些专门研究中文的那些学生啊 他们必读圣经 他们都不清楚啊 但是他们必须读这个 必须读这个 也就是说文科的那个学生 他都必须读圣经 因为圣经太奇妙了 太美了 尤其主耶稣的演讲 所以我原来在大陆工作那个单位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团委书记 他就是 他的抽屉里呢 有一天我发现有一本圣经 我很惊讶 我说哎 他姓王 我说小王 难道说你也信主吗 他说我不信 但是我现在就是利用业余时间学文学 特别是外国文学 你就必须读圣经 所以 我记得有一个人评论主耶稣说 这个人是个不信神的 但是他是学这个文学的 他就说 耶稣啊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位演说家 他的演说无于伦理 他的演说充满了智慧 不是人的头脑能够想出来的 也不是人的那个头脑西思能够明白的 感谢主 这就是神的能力 我们的主是 又是完全的人 他同时也是完全的神 所以在那个中古世纪的时候 有一位那个 好像叫马丁开末历子 他写过一本 传世之作 也叫经典的神学著作 就是基督的二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原文是德文的 我看的当然是中文中译本 那部书专门就是马丁开末历子 他是马丁路德的学生的学生 所以他这个基督的二性 是神学生需要必读的一卷书 非常神奥 我读了一遍两遍我也没有读得完全懂 非常的神 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主是一个蛮有能力的 蛮有智慧的主 因为他是完全的人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他也是完全的神 他非常有能力 他的讲道能感染那么多的人 无论信的与不信的 他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吸引万人来跟随他 虽然有的人后来被叛 有的人后来喊着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他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都不 都愿意听 所以你看 耶稣走到哪里 哪些人就跟到哪里 有时候主不得不到船上去 因为在地上的人太拥挤了 他只能站到船上去 有的时候他不得不退到山上去 因为底下那些人的要求太多了 我们过去那个老基督徒讲的 就是吃饼得饱的人太多了 都是有各种各样需要来找主来解决的 所以主有的时候就退到山上去休息一下 那么 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呢 就是主在山上讲的道 对他门徒所讲的道 大家一定要记录 是对他门徒所讲的 而不是在山底下对着众人所讲的 众人是什么呢 就是既有信的人 也有不信的人 既有主的门徒 也有末道人 也有信徒 大家一定要清楚啊 信徒与门徒还有一个差距 门徒是完全奉献给主的人 甚至把生命都交给主的人 信徒呢 就好像今天礼拜天来聚会的人 但是呢 平时周间礼拜他不参加了 平时他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一到聚会的时候 就摆出各种理由 不参加聚会 这就叫什么 这叫信徒 或者叫礼拜天的信徒 而门徒不一样 门徒带有一个主动性 带有一种内心的渴慕 就是喜欢拼主的讲道 就是喜欢看主的行事为人 就是以跟随主为乐 以与主同在为享受 把自己的一生 甚至把自己的性命都交通给主 奉献给主 这样的人就叫门徒 所以我们大家要做信徒呢 还是要做门徒呢 感谢主 对 我们要做门徒 那么神的心意 是要我们只做一个信徒好呢 还是要我们做门徒好呢 是做门徒好 你看主耶稣 离开山下 那个拥拥挤挤挤的人群 到山上去了 门徒就跟上来了 这是不是一种主动性啊 是的 所以你有一个渴慕 有一个主动的追求 神当然就要恩待你了 当然就要多多的祝福你了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多得神的恩典 你就要有一个主观性 过去我们大陆有一句话 叫主观能动性 这个是主观的 你要主动一点 你要去追求 没有人说你不追求 我也硬要把这个东西散烟 我做什么 所以你如果主动了 你如果渴慕了 你如果渴慕了 主就必要给你 这就是神的心 那么我们看到门徒这样来到山上 主就把这个 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这里面讲到 讲给门徒听 我们上一位已经看了论八福 我们说其实是九个福 但一般来讲是八福 那么接下来呢 主就说你们是世上的颜 还有在那个第十四节说你们是世上的我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这个世上有两种功用 也就是说教会在这个世上有两种功用 或者说基督徒你在这个世上有两种的功用 一种是要做颜 一种呢是要做光 颜和光就是我们的执着 颜和光就是我们应该发挥的功能 如果没有这个 你这个基督徒就是一个挂名的 没有用的 是不是啊 你既不能做颜 你也不能做光 你说你在地上 符不符合基督徒的身份 不符合 与你所得的恩典相称吗 不相称 是不是啊 所以主说你们是世上的颜 我们说这个颜呢 非常重要 今天那个有的人是不吃颜 这也不对 不能交往过正义 颜多吃了不好 但你说我少吃行不行了 行 但你要说我不吃颜 我为了身体见得它的缘故 我干脆颜都记了 这个就有点焦 有点太过了 太过了 就是这样 太偏激了 所以原来我在那个饭店打工的时候 经常也偶尔 也不是很经常 就是偶尔会碰上一个这样的客人 然后那个前边的服务员到后处去告诉大师傅 这个客人不要颜 也不要味精 味精可以不要 但是颜 你说我不要 就感觉有点怪 所以那个大师傅一碰上这样的客人 就有时候苦笑 所以这怎么又要遇上这么个人呢 这还怎么做啊 所以感觉很丢手 你没有盐 你什么味儿一般也就吃不出来 因为什么呢 在厨师界有一句话叫 盐是百味之手 盐就像一个司令人 他一出来就把其他的人带出来了 他一出来就把其他的味道带出来了 所以你可以少吃 但不能不吃 那我们人体也需要有盐 过去我们大陆有一个芭蕾舞剧 叫白猫女 过去再早五十年代的时候 还拍过一个电影叫白猫女 那个我没看过 据说是田方眼的 为什么说白猫女呢 就是说陕西山北的那个地方 有一个农村 有一个村庄里 有一个杨白老 杨白老有个女儿 父女俩相依为命 后来太穷了 杨白老就管地主皇室人 借了一笔钱 借了一笔钱他还不了 还不了 到处躲债 那大年三十的时候 皇室人领着那个 说是狗腿子 那时候都叫狗腿子 其实就是地主家的管家 就到杨白老家 来找杨白老 要账 结果杨白老正好 年三十 偷偷摸摸回家了 给他女儿买了一个红头绳 然后就炸起来 给他女儿炸个大便 父女俩正高兴呢 黄世仁领着那个管家来了 要账了 要账了 然后杨白老当然交出来 黄世仁就把这个 说你把你女儿给我抵债了 什么时候你有钱再还我 然后就把那喜儿说给抢走 就是带走 所以那个 说喜儿在那个地主皇室人家 受尽了屈辱 然后杨白老也被那个黄世仁打死了 很苦的一个故事了 所以我就讲这意思 就是说喜儿跑到深山 跑到深山一跑跑好几年 然后老也不吃盐 那个头发变成什么 血白了 说人不吃盐头发会变白 人不吃盐呢 好像按医学我当然不知道 但是按医学来讲 也对人生理非常没有好处的 起码人就没劲儿 干不动活 没有利己 这是肯定的 所以什么 既然是神创造的 什么都得来一点 但别过分 那么我们就说 我们是世上的盐 盐在这个世界 有一个消毒杀菌的作用 这个世界今天是不是败坏了 在神的眼里就是败坏了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是不是非常败坏的一个时代呢 是 所以有时候我现在就想 今天这个世界啊 一点也不次于 索多玛格玛拉那个时代 旧约是不是有一个 索多玛格玛拉创世纪律 是不是啊 那两个城的人怎么样 罪大恶极 甚至他们那个恶名 都传到神的耳朵里去 当然神是见他一切 他就知道了 所以神就来看看 到地上来看看 这索多玛格玛拉的人 到底饿到什么程度 所以神就要降灾给这两个城 亚伯拉罕 是不是为了他的侄子 罗德一家 为了罗德一家 向神求情 这个我们都清楚 但是呢 索多玛格玛拉里的恶人太多了 所以神说 我决定要灭了那个城 神就让天上降火 烧灭了火 所多玛格玛格玛拉 所以今天的世界 我有时候就在想 今天的世界 这个罪恶 败坏的程度 不比那个所多玛格玛格玛拉更差 已经差不多了 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说 神的愤怒 就要领到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世界 败坏的程度 是多不深了 但是呢 为什么神还没有 马上惩罚呢 因为还有教会 还有基督徒 还有我们这些神的儿女 因为我们就像盐一样 在这个世界上 发挥自己的功用 使这个世界不至于 败坏到那样一个严重的程度 所以我们说 这个世界上 还有一点光 就是因为有教会 就是因为有我们这些基督徒 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 我们的教会 要成为盐 发挥作用在这个世界上 影响别人 那盐也是一种影响力 盐是不是能够 你看把那个肉腌一腌 肉就变咸了 是不是 你看你要是穿羊肉串 牛肉串 然后要把它先腌味起来 然后一烤一吃 非常香 非常好吃 所以盐也是一种影响力 同时它也能阻止物体的变坏 这是盐的作用 所以教会基督徒 如果没有这个盐的功用 你在地上存留就没有意义 就是这样 为什么有好多软弱的基督徒 早早就离开世界了 我们不得不问问 为什么会这样 有的教会 为什么存在一段时间 过了一些年日 就散了 要问 是不是教会有问题了 是不是这个基督徒有问题了 这个我们必须思想 所以我们自己如果不好好 在主面前 带着一个警醒祷告的心 天天醒察自己 我还是不是有盐的味道啊 我们如果不常常这样 靠着主醒察自己啊 你也有可能 包括我自己在内 也有可能 在这个地上存留不了多久 因为你没有作用了 还留你做什么呢 这很严厉的 主是很严厉的 是不能随随便便对待他的 是不能随随便便 轻呼主的教导的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件事 所以主说 你们是世上的盐 盐若失了胃 怎能叫他再闲呢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这就是审判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做了基督徒 我们与审判就没关系了 不 不是这样的 不信的人 有对不信的人的审判 信的人 有对信的人的审判 也就是说 基督台前的审判 是对着信的人的 不信的人 不信的人是将来他们要受那个白色大宝座 那个无情的审判 这是两种审判 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若是在世上没有盐的功用 我们也要受到主的审判 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过去据说 有些人讲的就是过去 以色列人 他们吃的那个盐是矿盐 就是一块石头外面有盐 然后晚上吃饭的时候 每人拿自己的一块盐 也就是说吃饭的时候 他们每人 这是你的 那是他的 自己都知道自己的盐放在那儿 到吃饭的时候 一手拿盐 一手拿着面包 吃一口面包 撇一口盐 我是看资料 据说古时候 犹太人是这样的 等那个盐 外面那个盐层都撇没了 就剩下石头 这盐就食入味了 没有盐味了 所以留着它做什么 扔到外面去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失了盐的功用 没有了味道 拿你不用 就要扔到外面去 那就说主再来的时候 你进不了国度 所以马太福音有一个专门的词 就是说诸天的国 天国 中文合格文简单翻译成天国 如果执意的话 叫诸天的国 犹太人的观念里 天有三层 保罗后来也在他的书信里说 他曾被提到三层填上去 所以叫诸天的国 从神那里而降 诸天的国 你如果没有盐的功用 你怎么合格进去 你不合格 所有神的法律 神的命令 你都不遵守 你这个生命配不配进那个国度 老百姓不都说吗 家有家法 不是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天国 天家 你都既不守 法律 又不守规矩 你不适合在那里生活 那怎么办呢 好好到一个地方受训练去吧 那就是神的管教 等你管教好了 神还是能让你进去 但是呢 你必须受管教 那些在地上得胜的基督徒 在地上就遵行主的命令的人 他们就要进去 先进去 这就是五个聪明的童女 和五个淤卓的童女分别 都是童女嘛 都是属主的 但是呢 五个聪明的进去 五个淤卓的不预备好自己 进不去 到外面黑暗里 哀哭怯辞 受管教权 训练你受规矩 但训练你多长时间 整个圣经没有讲 我们不敢说 总之 我们既然今天是国度的子民啊 我们就要学习法度 学习做光做炎 所以这是基督徒在地上要做的 那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公照 让我们时时省藏 我这个基督徒在地上 有没有发挥炎和光的作用呢 没有我们就悔改 有了我们就感谢主 感谢主 不归功于自己 所以我们就求主 嫁给我们祂的能力 让我们行事为人 做光做炎 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 要符合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不该去的地方不去 我知道在这里有一些赌场 当然圣经也没有 好像也没有明文说 你不刻意去 但是你去的心里平安啊 不平安 不平安 因为想要不劳而获 是神所不喜悦的 所以有些法律没有禁止的事 在神那里面行不通 因为神有神的法律 地上有地上的法律 神的法律和地上的法律不一样 神的法律要严于 要高于地上的法律 所以这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 就是国度的法律 创出一门身是律法书 是旧约的律法 新约就有五六七三章 马太五六七三章 国度的法律 主耶稣从来没说要废掉律法 他反而说 律法的一点一话都得遵守 不能废去 天地都废去 那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 还特别严厉 你心理犯罪就是 跟行动犯罪是一个性质 这就是从神的眼光来看 所以做基督徒 我们一定要谨慎小心地来服侍主啊 我们不敢随便 哪怕一个意念不对了 我们都得赶紧认罪回来 随时地赶紧认罪回来 坐在这里 如果我们有一个 里边有一个亮光光 公造出来我们哪一个行为 哪一句话 哪一个意念都不对 不符合神的心意 我们就赶紧坐在这里认罪回来 这就叫随时随地 做一个认罪回来 你看你这个人 就越来越像主了 你就越来越发挥你的功用 像颜像光了 就是这样 对教会也是这样 教会是什么 一座城 教会这个城是用什么来造的 是用我们 我们是灵石啊 石头的石 我们是活石啊 是不是 神要把我们聚在一起 建造起祂的圣殿 就是祂的家 这就是一座城建在山上 是给人看见的 今天世人是不是看见教会啊 尤其到了美国 你看到处有教堂 但我要在这里讲 教堂不是真教会 真教会是看不见的 不是 真教会是用肉眼看不见的 真教会就是由我们这些 从神得救的人组织在一起的 建造在一起的 这就叫真教会 真教会在 启示录那里给我们看见 到最后就成为 新耶路撒冷那个荣耀的城 今天在世界上 我们这座城 还正在建造的过程上 但是已经造了 已经在山上立起来了 立起它的根基了 正在往上的美气 所以世人能不能看见 能看见 一看见这个城里有亮光 这座城反映神的荣耀 就是发光了 弟兄姊妹啊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个人身上 有没有发出属神的荣耀光芒来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过去那个国外就是西方的传教士 到我们中国去传福音 为什么那个清朝的时候 就有那么多人来信主呢 因为那些传教士有好心理 其中代表人物戴德森 美国的李提摩泰 还有很多我的教票 一丝像下来 他们为什么有好心理 他们都是爱主 马丁路德 不是马丁路德 对不起 马里逊 1804年 他就从英国到澳门去了 到中国去传福音 中国大陆那时候不接待 他没法进入到内地 他最后就在澳门 在澳门传福音 传了多少年 他最后回天家了 他只传了一个梁 最后就有一个梁法 我们说 看他的功效太不咋地了 是不是 哇 我们中间是不是 有人传福音 有越传越灰心的时候 肯定有 但马里逊没有 他最后就传个像样的基督徒 就那个梁法 他给那梁法受洗 给那梁法按摩 梁法是第一个中国人的牧师 梁法是给他翻译圣经的 翻译梁法 所以圣灵的感动 他就回来人追悉 信主得一无声 中国基督徒 中国的教会 建立起来很不容易的 中国人抵挡福音 抵挡得很厉害 结果 最后得什么呀 得圣 得圣 外国的传教士 越来越多地进到中国内地去了 所以戴德圣就带头 创立了中国的内地会 把福音传到内地去 戴德圣一生了 他的妻子也死在中国 他的儿子儿女也都死 也许有好几个死在中国 他说我如果有一千条性命 我全都奉献给中国 这是一个有见证的人 有许许多多那些国外的 欧美的传教士到中国去 他们带着那个神的见证 到中国人里面去 带着什么没有 向中国人传福音 留上大面子 把头部染黑了 穿上中国的那个袍子 袍子挂 不顾他同胞的反对 他也要这样做 都为了是向中国人传福音 拉近和中国人的距离 这些都是美好的见证 他们都是言 都是光 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传福音 费禁 我们首先要问问 我们自己和我们教会 有没有 言和国民作用呢 有就感谢主 我们继续等待 像马里逊一样 足有足的时候 那个粮法是不是一个种子 是 是 那个 何寿恩教士 英国何寿恩教士 在福州传福音好多年 他就带出来弥陀生不几个人 弥陀生等等不几个人 有人说像你这么大的恩赐 你可以去建教会 可以去做很多很大的工作 他说主给我的托福就是在这个地方 福州的那个白阿涵 就在那个小地方 我没去过 那人说很小很小 他就在那里默默地等候 谁来了我就跟他交通 所以弥陀生等等那几个当年的年轻人 就特别地被他身上所发出的那个言和光 所吸引到他跟前去 从他领受教导 最后成为中国教会的助食 所以 何寿恩教士被人称为是一颗生命的种子 埋在中国的大地 今天你看 这个种子 这些外国的传教士 他们就像种子一样埋在中国的那个大地 今天长出来 中国的基督徒保守估计得有两亿人 是不是这个种子已经成长出来 感谢神 这就是神的工作 所以我们今天要服在神的权柄下 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有能力 行出我们的信仰把它见证出来 你见证出来 你所信的 这就是做光 这就是做阳了 所以我们必须做光做阳 这不是一个要与不要的问题 你必须要 你做基督徒就必须要做阳做光 你必须要影响周围的世界 你必须要影响你周围的人 你一到人群里去别人都讨厌你 说你不像你 不这么看他是基督徒 他的行为怎么能是一个基督徒呢 不信的人虽然他不信 但是他里面有一个尺度 他知道什么样的人应该是基督徒 所以你如果在不信的人的眼里 你受到轻视 在他们的口中受到呜 你就是一个失败 当然 这与他们故意逼迫信徒和教会是不一样的 那是令独神 那是逼迫 但是有许多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就像亚伯拉罕向埃及那样失败 被法老王责备 那就是一个羞虞 羞虞他也更羞虞神呢 所以亚伯拉罕我想他多后悔啊 他多难过啊 他就回复到神的面前去 一点一点地从南地回到他当初蒙罩的地方去了 到迦南地去回到迦南地去了 是不是 那以撒也有失败 他也跑到那个菲律士地去了 最后也被羞辱一番 对不对 然后又悔改 忍罪又回到神面前去 这是我们的光景 所以我们要常常求主光照我们 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 有没有光和盐的作用 我这个功能是不是失去了 失去了太可怕了 我要认罪悔改 神就恩待你 神就喜欢你 神就把你带到他的怀抱里 安慰你 鼓励你 再给你力量 让你再重新地按照基督徒的标准去活 去行事为人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就是这样 又失败又得胜 又失败又得胜 所以有人形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生活就是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败了也不可怕 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 失败是成功之母 我们大陆有一句话 不知道在台湾的弟兄姊妹听过 失败不可怕 失败是成功 有人讲得很通俗了 失败是成功他吗 文明一点说 失败是成功之母 没有失败哪来成功呢 真是这样 失败了并不可怕 失败了你就悔改就是了 怕的就是你失败了不悔改 一直这样 那神可真就要从地上帮你驱走 因为你没有别的功用啊 除了羞辱神还是羞辱神 留着你有什么用呢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那样的基督徒 有没有那样的 有很多 都举不出来例子 也不应该再举他们了 我们就举那些爱主的例子 爱主的例子 所以你看大卫王是一个爱主的人 他有没有失败 有失败 但他后来悔改了 诗篇里 他流了那么多眼泪 是不是啊 悔改的眼泪 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反应 一个写照 所以那些古人就像一面镜子造出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不要怕失败 我们求主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的好行为能够影响周围的人 影响周围的环境 这个人就是一个盟主喜悦的人 这个教会就是一个有神见证的教会 有神同在的教会 你看初期教会影响大不大 为什么罗马皇帝那么疯狂地逼迫当初的教会呢 因为教会对他有危险 因为教会对那个世界威胁 所以我们世界的王不是撒旦吗 是不是啊 那个罗马那个皇帝 那不就是撒旦的奴役 撒旦的仆役吗 他当然要逼迫教会了 因为教会有作用了 威胁了当时那个黑暗的世界 同样我们要问一问 今天的教会是不是失去了那个作用 为什么今天的教会在世界各地 表面看起来说好好好 一片大 其实是不是已经失去阳和光的作用了 你没有作用 魔鬼当然不动你了 你这个基督徒 像世人一样追求一帆风顺 平平安安 就是不按神的话去行 就是不按神的话去做 对魔鬼没有一点威胁 魔鬼怕你干什么 他才不理你呢 他反而要给你送糖衣炮弹辅持你 让你变得和不信的人差不多 这样我们就危险了 所以我们要是受世界的欢迎 那就坏了 那就坏了 所以使徒保罗被带到罗马巡抚面前去 向罗马的巡抚 向西律那个王传福音 最后他们受不了 非常害怕 等我们有空再来听 因为他们发现再听下去 我也要变基督徒了 所以你难道你想让我们变基督徒啊 所以他们还是把那个心硬起来 把保罗继续关押在前面 所以保罗那样的人走到哪里 就让那些黑暗世界发抖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要走到哪里 把主的光 把主的爱 带到哪里去 让我们去影响世界 而不是让世界影响我们 这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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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定要好好为这个事情祷告 主啊 让我和我们的教会 能够影响世界 而不是被世界反过来影响 我最后讲一点 今天的教会啊 不但没有影响世界 反而把世界的 让世界外面的一些知识文化 影响到教会里边来了 前些年是不是非常流行 在教会里搞心理辅导 搞各种各样的 从心理学派生出来的那些东西 又在教会做这个做那个 甚至像传销组织一样 这个不对 这就是把世界的东西引到教会中 教会没有影响世界 反而让世界影响了教会 有人讲一个牧师 如果不学心理学都不能做牧师 在大陆就有这样子 这是错的 是先有神学还是先有心理学啊 先有神学啊 你说神学不够用 要用心理学来补充一下 来帮助一下 这不是错的吗 神的智慧不够用啊 对不对 神的能力还不够用啊 所以我们就知道那是不对的 神的智慧也完全够用 超出人的智慧 超出人的能力 感谢神 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 求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 保守我们自己 也保守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 越来越发挥他自己的功用 我们自己也是同样的 越来越发挥自己的功用 就是盐和锅炉的功用 求主恩待我们 求主祝福祂的话 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些 主耶稣 我们感谢祢 不论我们多么软重 也不论我们多么失败 但是你一直引领我们 你一直安慰我们 你一直医治我们 你一直带领我们 主祢也没有因为我们软弱 失败和丢弃我们 你对我们所怀的都是美意 都是好的 都是满满的爱 主啊 我们每一次的失败 软弱跌倒受伤 都是你的暗示 恢复过来 这一切的荣耀 都归给你感谢祂 愿耶稣基督的恩惠 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和交通 永远与我们同在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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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